各位朋友你们好 又到了向各位汇报 SOHO中国中期业绩的时候了 2016年上半年 SOHO中国实现营业额人民币7.27亿元 同比上升85% 毛利率高达77% 净利用约人民币6亿元 同比上升344% 提前偿还和14.2亿美元的外债 使外债比例从去年底的56% 降至今年年中的6% 规避了人民币贬值带来的风险 负债成本下降至4.4% 净负债率约37% 董事会建议宣派特别股息 每股人民币0.19元 SOHO中国物业资产的价值在不断的攀升 7月29日 SOHO中国以人民币32.97亿元 整受SOHO世纪广场 包括商业办公面积4.3万平方米 折合单价每平方米 人民币7.67万元 此次交易的价格 高出账面评估价值 约21% 高出收购成本70% 充分地印证了SOHO中国物业的高价值 强流动性和抗风险能力 SOHO中国将坚持在北京 上海黄金地段 持有优质办公楼的发展战略 目前SOHO中国共拥有投资物业 总建筑面积约170万平方米 可租赁面积达120万平方米 SOHO世纪广场的可租赁面积 占总可租面积的3.7% 未来两年 SOHO天山广场 古北SOHO 利泽SOHO三个在建的项目 将陆续完工 今年年底 位于上海的SOHO天山广场 即将竣工 在物业资产不断升值的同时 SOHO中国的出租收入 也在逐年大幅的增长 2016年上半年 实现租金收入约人民币7亿元 同比增长60% 公司转型成果显著 在全球经济萎靡 经济下行 压力较大的市场环境下 SOHO中国 依然保持着高的出租率 目前 以弯工的物业 平均出租率 高达85% 今年上半年 SOHO中国办公楼租赁 业务成绩突出 目前 平均租金水平 比一年前 上涨9.6% 去年底 竣工的鸿口SOHO 和外滩SOHO的出租率 也在显著的提高 鸿口SOHO 办公的出租率 从2016年初的 30.6% 上涨到了目前的 62% 外滩SOHO 从2015年 10月份启动 出租以来 办公的出租率 已经高达 92.5% 接近满租 此外 铃空SOHO的 办公的出租率 也高达 85.8% 实际上 租金收入 持续上涨 出租率 不断提高的背后 是SOHO中国 管理水平的 全面提升 以能源管理系统 为例 仅今年上半年 总节能量 就达到了 2523万度电 移动互联网的 飞速发展 让办公的形态 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 SOHO中国 去年初推出的 共享办公产品 SOHO 3K 经过一年半的发展 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 共享办公空间 在北京上海 将高达 16000个座位 目前 出租率 已经达到 70% SOHO 3K 将成为 SOHO中国 未来增长的 主要驱动力之一 未来 SOHO中国 将秉持着 稳健发展的策略 不断地提高 我们的管理水平 和服务质量 使我们SOHO中国 拥有的资产 不断地升值 为股东 创造更多的回报 剧热地 偈到 邯 以后 请 感谢观看